Hello everybody 我又来给大家录vlog了 之前前段时间是发布了一条西双版纳的vlog 我每次会看那段时光都会觉得非常美好 非常的怀念 真的 在繁忙的生活中给自己来一段假期旅行 真的是一件非常惬意且非常治愈的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 相信现在很多朋友没有办法 只能宅在家里面 然后居家办公 每天呢就还是会有很多的事情 压力也得不到舒缓 也得不到释放 所以说我找到了一个更加简单有效的方法 去舒缓这个压力 那就是洗头护发 通常在洗头护发前我会给自己点一个蜡烛 然后放上一段音乐 然后就开始了我的洗头流程 开始吧 好的大家我现在已经洗完头了 给大家看看我用的洗发水吧 这个是湿滑扣的第五代多效系列 我真的是特别的爱用这一款 因为它的修护力真的是绝绝子 每一次洗完 我感觉我的头发都特别的柔顺 而且用了一段时间过后 我感觉我的发质都非常明显的变好了 感觉它是那种从内而外的强韧 我还特别喜欢它的喜感 因为它的那个质地很轻盈 不厚重 而且很容易起泡 特别易冲洗 头发洗完真的非常的舒服 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治愈 我真的推荐大家 冲 冲一波 好吧 这个多效修护的润发乳 它是跟那个洗发露是一起配套的 然后也非常的好用 推荐给大家 洗完头发呢 我通常会搭配一款精油 让头发更有光泽度 也会更润滑 精油我用的也是这款世华扣家的 这个目光品真的是非常的绝 特别滋润 然后也不会过分油腻 涂在头发上也吸收的很快 不会粘手 它最加分的一点其实是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呢 是那种很迷人的无花果香 很少女 但是并不甜腻 让人感觉非常的放松 更致 然后复古方平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好看 摆在浴室里面也是 觉得是颜值更佳 谢谢大家 好啦 这些就是我在家自我疗愈的流程啦 不必去远方 在家就可以和我一起 重新出发 从头至浴 5月14号到16号和我一起关注 湿花扣天猫大牌日 治愈器产品和超惊喜优惠 打造你的独家疗愈浴室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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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多断点 好